3月31日,哥伦比亚大学第十一届中国商业论坛举行 在本次论坛中,邀请到33位中美商界领袖 开设五大分论坛,共同解读新环境下的新机遇 探讨崛起的中国跨国企业 中国共享办公之王毛大庆 中国银行美国地区行长徐成 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教授Jeffrey Sacks 前招商银行行行长兼首席执行官马卫华博士 全球知名创投人,同事豪等,为论坛主讲嘉宾 来自纽约爱新仙董事长兼CEO邓农 也分享了美国第一家华人上市超市的风雨历程 此外,瑞丰资本创始人李丰 Fushing Fund的创始合伙人张璐 远瞻资本合伙人秦刚 长江商学院美洲地区首席代表Marie Darby 知和控股资深董事总经理魏晨阳博士等 均出席论坛 中国商业论坛是由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主办的 以中国商业发展为主题的会谈 本次论坛通过主题演讲和专题讨论会的形式 为与会者解读中国当前经济状况 及商业环境的最新趋势 话题横跨金融投资 跨境商务、科技和媒体等多个领域 中国银行美国地区行长徐成 接受全球华士记者的采访时表示说 那么实际上中美双方现在的这个关系呢 我觉得是一个短暂的一个阶段的特殊的一个产物 不会长久的 因为中美两国作为这个互不幸福 非常强的两个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 我觉得还是今后合作多于竞争 那么目前呢可能是这个美国基于国内的一些矛盾的需要 因为他要转移一些矛盾 转移一些这个选这个投票人的一些视线 那可能他拿中国说事 最容易吸引大家的眼球 但是从美国中美两国的长远的利益出发 我觉得呢今后还是合作主旋律 贸易战也好或者其他的战争也好 都不是两国所希望的 也不是两国的人民所希望的 那么我觉得呢这个事情呢很快会过去 这也是考验两国领导人政治智慧的 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机会 分论坛中的主题 投资中国2018 随时下一个境况 引起了余会者的高度关注 作为该分论坛的主持人 长江商学院美洲地区首席代表Mary 对记者表示说 Well I think there was quite an optimistic outlook on the panel that we just had today which was that some people feel that due district investing that it would offer opportunities but in general the consensus seemed to be that because the two sides are managing it so well 因此现在的影响不是不太好 中国认为这一定能够办法 它不会弄强整个人的关系 我们都非常高兴认为 一个非常强烈美专业和中美专业的关系 也非常强烈习近平和特朗普的关系 谢谢 此外 首届女性领袖分论坛 投资美国地产新形势下的新契机等话题 都聚焦当下热点焦点行业 并深入探讨了大家关心的话题 全球华市记者毛节新鸟纽约现场报道